嗨 大家好 我是范少勋 我是小美玲 玲玫瑋 歡迎來到 What's in my bed 開箱包包 我的包包感覺很小 但是呢 我放了很多東西 第一個是 就是一定要隨身攜帶這個 耳機 欸 你也有耶 對 我的第一個也是耳機 我覺得音樂很重要 我常常坐捷運啊 坐公車 蠻喜歡戴個耳機 然後最近蠻喜歡耳罩式的 不想要聽到別人講的話 別人講 好 換你第二個 第二個是眼藥水 天啊 為什麼我們 真的假的 你也有 我第二個也是眼藥水 拍照有的時候眼睛會很乾 尤其是早上的時候 第三個是護手霜 那我接下來是香膏 我對味道蠻敏感的 附近的環境味道比較多 我就會聞一個自己習慣的味道 好 再來是吸管 但是有那個 欸 這什麼材質啊 哈哈 那個材質 那這是鮮膏 那你剛剛偷別的東西吧 那下一個這個是我的口罩盒 然後這是粉絲送給我 然後上面是兩隻我自己的恐龍 然後中間是我 然後我也有口罩 但是我是三個包裝的 那他這個就是號稱可以使用一個禮拜 使用完之後用那個酒精噴一下 然後再櫻乾之後 它就會櫻乾 櫻乾 香膏蠻重要的 就是我自己對味道蠻敏感的 這是你講過的啊 有意思嗎 那我接下來是香膏 哈哈哈哈 因為我怎麼又收進去 好的 那我接下來一個 我下一個東西就是指甲剪 就是熟指甲 蠻重要的就是 看到白白就不舒服 對 所以我就會蠻常看到 看到指甲長長會剪一下 我也有一個類似 就是愛乾淨的東西 就是牙纖棒 哦 有時候工作到一般放飯的時候 就會卡針才大 我還有耶 1 2 3 4 你看我的小包包這麼耐裝 我還放了9斤 人家題目規定就是5格而已 嘘 然後呢 還有口紅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是手機 如果你只剩下三個東西 可以放在你包包裡面 你要選哪三個 手機啊 然後口紅吧 但是你戴手機 你沒有戴充電 以前你手機沒電 你幹嘛戴手機 那我玩一下 哈哈哈哈 你先選 我讓我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耳機很重要 嗯 那你要用什麼聽 你沒戴手機啊 哈哈哈哈 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糟糕 我可以聽環境音啊 哈哈 收環境音是不是 聽環境 好啦如果耳機沒有東西可以聽的話 這三個 那我也不能選口紅啊 因為戴口罩也看不到口紅 我還是選手機啦 就這樣 好啊 手機 酒精跟口罩 必備 欸有護槍耶 為什麼要這樣護槍攻擊 呵呵 很麻煩 對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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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